1.每个RJW实例都需要一个授权用户及Key 下面的例子中创建了一个名为client.rodosco.gov.shuwei的用户 并将密钥文件存储在etcetera.saf目录下 safo.client.rodosco.terain 2.将密钥文件赋予RJW实例 safo.client.ro.osco.terain 3.在etcetera.saf.conf这个saf集群配置文件中 加入RJW实例的配置内容 等于8001.saf可以支持多种种RJW前端配置方法 oppa.ngs等 这里我们使用默认的前端safetype 并让其监听8001端口 Keyring参数对应上文中生成的密钥文件地址 9.再次提交集群配置 rodosco.admin.c mit.orgw.zone等于as.2 启动RJW实例RJW配置 以及对应的密钥生成方法与方案一中相同 只是需要监听不同的端口 client.rodosco.u zone等于as.2 开启这两个RJW实例后 RJW会自动开始同步原数据 我们可以尝试通过前端上传对象 然后在elasticsearch端检测原数据是否同步成功 zonefigure 5.2.3-saf对象存储数据同步式 意图更新masterzony上的原数据 更新日志会被记录在mdlogmetadetlog里 而masterzony也是通过对比mblog来把更新后的原数据推送到slavezony上 我们需要在本地search集群中给s3访问创建账号 我们创建一个xsg和secret均为adm.in的账号 rodosco.admin.c e等于admin 部署elasticsearch集群我 我们可以在elastic官网https//www.elos里下载到新版本的elasticsearch 解压缩后直接运行即可需要非root账户 slashbin slashelasticsearchd 第参数让elasticsearch运行在后台 s-soulfigure 2.3 建立索引并查询时 elasticsearch和solar搜索性能对比当比较两者时 很显然如果我们的应用情景不局限于文本搜索 就搜索性能来说 elasticsearch将会是更好的选择 h搭配s3提供对象 存储在上一章节我们已经介绍过 search的组件rgwrodos gateway 封装了rackr4接口而提供gateway服务 并且rgw实现了s3兼容的接口 因此用户可以使用s3的命令行工具 或是s3sdk来使用rgw 方案rfigure 5.2.4 方案r具体架构图部署 s3集群同方案1 s3集群配置1 为了实现zone之间的同步 我们首先需要为集群创建一个rgwrodos rm是s3集群的一个独立命名空间 每个rgw可以包括多个zoneigroup 从而来实现zoneigroup之间的同步 每个rgw都有关联的当前的period 以及一组按照时间顺 续排列的period列表 还有zoneigroup的当前配置 我们也可以发送一个http请求来看看 elasticsearch ch运行情况 curlhttp slash slash localhost 收到请求后会返回一组直显格式的数据 screenshot 5demo也是为了让整个流程可视化 我写了一个简单前端web应用 可以让用户来自定义一些原数据类型 s3figure 4.1-amazon's3 简化结构图 s3虽然不开源 并且收取每月0.15美金 gb的服务费用 但是凭借其提供包括web托管 映像托管和备份系统等完整的存储方案 以及超强的稳定性s3 保证99.9%的每月正常运行时间服务水 凭协议及每月不超过43分钟的停机时间 s3还是成为了全球对象存储客户青睐的方案 据报道 截至2013年4月 amazon's3存储了超过2万亿个对象 screenshot artfigure 3.1-saf 结构图C F底层提供了分布式的Rodos存储 用于支撑上层的Librodos和RGW 对象存储 RBD快存储 Cforce文件系统存储等服务